相关的报道我也看到了 我的反应是 一苦思甜不是我们两岸民众 品味我们人生经历的时候 经常会有的一个情怀吗 那这么简单的事情 民进党当局一些政客 一哄而上的借题发挥 冷嘲热讽大作文章 但是却对台湾民众所关心的 民生的问题反而是三间其口 说明他们也只是会靠耍嘴皮子 来转移焦点 煽动对立 我们落实落细同等待遇措施 欢迎和鼓励台湾的文艺工作者 来大陆参与演艺人士 影视文创等行业事业 那不少的台湾演艺人员 也都积极地参与 大陆的广播影视节目创作 在重大文艺演出 热门的影视剧 综艺节目中有精彩的表演 在大陆收获了千万的粉丝 同时他们也都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 关注时事热心公益传播正能量 对此呢大家是充分地肯定的 就是在刚刚上周的这个 炉定地震发生之后 我们也有看到 有这个数十位的台湾演艺人员 有都通过社交媒体 来去发帖加油 这个是非常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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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